10月16號 台中鐵路高架化 新穎寬敞的台中火車站正式啟用 車站擠滿人潮 許多民眾排隊買紀念票 平均得花一個小時 難得只有這麼一次 住在台北的陳先生 特地到台中記錄著歷史性的一刻 從15號深夜的末班車 到16號正式切換成功完整捕捉 也是從小看到大 因為經濟家都在台中這樣 記錄一下開通第一天這樣 北重豐原站起南至大慶站 總共有五個車站 現在目前是切換到高架上面來 擔心乘客第一天不習慣 工作人員細心引導 北重豐原南到大慶 總共21.7公里高架化 鐵路局退休老員工 帶眷屬專程來體驗 台中鐵路高架化 邁入新的里程碑 而走過一世紀的舊台中火車站 原汁保留 將規劃為鐵道文化園區 開放民眾參觀 大愛新聞李亞萍 楊俊廷 台中報導